55岁拱立被曝申请改回中国籍,加入外籍已13年,曾自称是个人选择。 10月20日,一个粉丝数914万的知名媒体爆料称,演员拱立正式申请退出外国籍,改回中国籍,引起网友热议。 消息一出,网友争议不断。不少人对拱立的做法表示质疑,认为他是为了赚钱才选择改回中国籍。 不过大部分人都在欢迎他的回归,赞赏他的爱国举动,称,现在回头还算明智,不晚。 作为华语电影界响当当的人物,拱立的名字响彻国内外,出演的电影《红高粱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和霸王别姬等等获奖无数,是当之无愧的拱黄。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实力超群的女星,却因国籍饱受争议。 1996年,拱立和烟草公司亚太地区总裁黄和祥步入婚姻的殿堂,南方正是新加坡籍。 随后在2008年,拱立退出中国籍并选择加入新加坡籍,办理入籍手续时,是在丈夫黄和祥陪同下完成的。 不过这段婚姻在2009年走向了据点,告别新加坡籍的老公后,拱立也并没有将自己的国籍更改回来。 在接受杨岚采访时,拱立面对网友争议,也曾坦然地表示,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回应吧。 他还自称换国籍这是个人的一种选择。 2019年5月,拱立被曝早已低调嫁给法国电子音乐家让米歇尔·雅尔,两人在国外生活了好一段日子。 直至前不久的8月左右,拱立突然高调回国,开始在各大活动上现身,颇有种拱黄强势回归的感觉。 不管怎么说,只要热爱祖国,我们都是欢迎各位明星改回国籍的。 至于这则爆料是否属实,期待拱立本人现身回应。